大哥 開什麼東西 哈囉 那您是什麼星座的啊 巨蟹座 你也是餐酒館的老闆娘 對 這同行相見格外有 你怎麼這樣講 說不定我是老闆 他是老闆娘 搞不好我們同一家餐酒館 對啊 看一下 對 這個他男朋友來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Sony 人稱 九豪公主 這也是 代業中的酒鬼 那這個 Vida Vida妳說妳是酒吧通 妳台語是很多酒吧都去過嗎 幾乎耶 就是有名的大部分都去過了 不可能吧 真的 妳覺得呢妳有去過嗎 妳的應該也有 真的嗎 有經過了 經過了是不是 手機滑的 那妳一天大概 一個禮拜大概喝幾 三到四次 三到四次 那算少的 就是但是 我以前 一個禮拜七天我喝八次 喝隔夜是不是 喝到隔夜的口罩 好 那Sony呢 Sony是 幾乎每天喝 就是朋友聚會的話 都會喝 而且我覺得就是 喝酒的時候會比較爽一點 妳是菊王喔 菊王啊 每天都有菊喔 就是朋友會約 美女都是這樣 所以說Vida也認為炸物 對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這種口味的東西 就那種蒜頭跟辣椒配啤酒 超配 超配 對啊 就會不自覺吃很多 是 我還想說如果麥當勞有賣 啤酒 那個有賣啤酒的話 應該是超熱賣的 麥當勞 麥當勞也配啤酒 就是漢堡配啤酒超好吃的耶 Sony最喜歡配啤酒 小魚乾跟花生 因為我之前小時候 生活蠻簡卜的 他比較屬於老一輩的這種 喝老的 我說完 就是小時候我看我爸爸在喝啤酒 然後都會吃那個小魚乾花生 然後剛開始學的時候就覺得 爸爸這樣吃我也要學 然後結果就開始這樣吃 到現在就會覺得 這樣子比較對味 就是那個搭配比較對 好厲害喔 你們兩個要滑 可是我超爛的耶 我也超爛的喔 我們現在就比爛 來喔 妳先 妳這樣看了會不會癢癢的 想一起加配 因為我不會癢癢 好 妳先 好 教授姑姑 我不是說妳先嗎 哈哈 已經喝了是不是 五 十 十 沒有 十 沒有 十 沒有 十 好 我出了 他可以去那個派對 幫我 好 對 他可以去派對 但是住著要打死 沒有這樣吧 可以講吧 一般大家 都有看到那個用手壓的這些啤酒 深啤酒 可是問題是它的保存 有沒有做到二次冷藏 二次冷藏 紅酒一般是要醒酒 對 啤酒要讓它整個都睡著 所以如何讓它把所有的二氧化碳 進入到這個酒液裡面 有的這樣一開瓶以後 哇 整個氣好像很不錯 就沒了 馬上就沒了 大概五分鐘就苦掉了 就很難喝了 所有的氣泡都是阻絕空氣跟酒 如何讓它有甘甜 然後又可以喝到啤酒花裡面的一些苦澀 你必須要用咬的 喝啤酒要用咬的 咬的 一口 好 這樣吃吃它 不是這樣子 一下子 所以大口喝是對的 它可以喝到酒的甘甜 再加上泡沫的品色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才會是生啤酒的訣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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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